上一讲,我们讲了《荒山舞》的新风总帖,请大家打开作材的第十六讲,我们这一讲讲《少数世界》。 我们先从对联开始,我们现在这个叫对联,对联也叫做阴联,在这个我们在写的时候呢,根据文卡它是现在这个是五年联,它有七年联,不同,字数都不一样,但是有一点对联它讲的对好友,它固定的格式,不是随便拿出两句话写这两张子说,那就是对联。 现在写的时候,第一条,这五个字,记者比较远称,然后下边第二条,这第一个字和这第一个字要对,这个第二个字也要对,这样是连续下去的,它们都是相对的,这样看起来的比较短期。 另外一张草书就不一定了,草书它开写呢,它可以随后人就开写,写上来,然后到这个第二条看上去,只要章法合理,那也就行了。 我给写了,我给写这幅园呢,这个圆园是这个圣园,福禄东台水,圣禀南山松。 这个圆园呢,你看这个第一个字是这个福,它也像咱们说法一样,它开始,它是第一个字,它要管理后边的所有的字, 我们一定要把他呼吁他,上下之间把你呼吁, 谁用,要把他连接起来,他本身才是个艺术品。 各写各的字,谁不管,哪个字,面上之间没有管理,那也不行。 写的下边的字,还要看着上边,用理还是要讲究,线条也还要行出话,还是要活泼。 这个点画之间的关系,也还是要注意感受。 这个书法里面也是有一种对待形式的。 他里面也可以讲说,他的龙蛋干湿的变化。 这下边写完了,下边就是,我要写下一条。 现在咱们这个呢,这个格式啊,都线条,又线条了。 不是这个线条的,这个形式呢,我们也可以自己叠。 总之就是说,他两边,上下两边,他的字的格式啊,要相对。 在你们写的时候呢,也要互相,现在写下一条,要考虑和上一栏那个,也要对齐。 因为它是对点儿,所以两边它要互相称。 尽管它是在两张纸上,写这边的时候也要考虑到,呃,应该这个情况。 因为它们互相称之间又有点固判的关系。 嗯。 这个队长卦有的时候,中间有一个中单卦。 但是现在也有,两个队长是,他只挨着挂着。 挨着挂着的时候,别两边照片不好,他那个缺陷呢,也就全都体现出了。 嗯。 现在我们看,这两方字,啊,它这个中间这个印的这个图案,我们这个从上到下,啊,都是五个字,啊,是横着,啊,说重的是有横的,啊,就是细是有横的,啊,就是细是有横的。 这横的呢,它也是有横的,啊,图案之间比较整齐,这样挂起来,看着它就受看。 这一讲,我们在创作实践当中,讲了对联的创作。 希望,同学以后,我们反复地动作光盘和教材,自己再创作一些对联。 我们下一讲,在这个创作实践当中,要讲横幅。